今天給大家講一下約翰沃爾背後運球上籃 那麼很多人做這個動作有個錯誤 就是他一個節奏一個節奏 然後又是一條直線上這樣去做 然後最後又這樣再去 這樣的話不是不可以 偶爾會進一兩個嘛 然後還有更巧妙的辦法 上側就是 你往這邊跑的時候你就走一個V字行嗎 你這樣這樣去帶動它對吧 你要往身體是要面朝這邊跑 你要爬 最後再走一個折線 就一個V字行的線路區 一個V字行 先往這邊帶動對吧 然後啪一發力 然後再到這邊來上 這個才是你去上的這個邏輯 還有就是很多人 為什麼做這個動作 每次一收的時候 收過來就沒力量去上籃了 就是 就是他在這個行進間沒有任何這個節奏的變化 就他都是短拼快的這樣去跑的話 反而就是沒有這種 沒有這麼好的效果 所以說 你到這兒貼近它的時候 你至少要減一下速調整一下 你要充分調整一下 砰再去翻力 你才有力量把球給收得過去 懂你是嗎 或者有些時候 你就在三威鞋的時候 對吧 拿著球 你只要充分調整好了 砰 再去下 再去上 都是OK的 所以說你一定要調整好了 不要慌慌張張的 短平塊 這樣很平 這種去 再去收 懂你是嗎 不要慌慌張張的去運 每一次運球都運扎實 然後最後 調整一下 先就運調整 再去上 懂你是嗎 然後一會兒給大家好好演示一下 一定要充分的調整好 再反力 再狠狠的去一個這個繞腰嘛 你平時就這樣繞一下腰對吧 或者是 比如砸一下球 砸一下球 繞腰 砸一下球 繞腰練習一下 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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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這個動作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收看九一籃球教學 我是懸之導 大家看視頻的時候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 微信公眾帳號 在視頻的右下方 撒二維碼 就可以訂閱我們的 微信公眾帳號